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盼了多年,我妈终于怀上弟弟,却因为营养不良导致流产,奶奶和爸爸把她吊在柴房打了一夜,第二天,我妈穿着红衣满脸怨气上了吊,头七那晚的事,让村里所有人都吓傻了。 失去生育嫁之后,我妈被家人逼得上吊了。 第二天,父亲和奶奶就打算把我卖给隔壁老光棍。 我妈头七那晚,我看见她回来了。 我妈是个苦命女人,被人贩子拐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山村,被我奶奶用绳子绑住手脚,送进了我爸的屋子。 第二年生下我,发现是女孩,我爸转身就去找锄头。 奶奶拦下她,养着吧,等闺女长大,没准能卖个好价钱。 为了生儿子,他们没少折腾我妈。 直到我十三岁那年,她好不容易怀上第二胎,却因为营养不良流了产。 奶奶骂她扫把星。 我爸更是把她吊在柴房里,活生生打了一个小时,直到我妈已经哭不出声。 第二天,奶奶去催她做饭,发现我妈已经吊死在了横梁下。 上吊前,她用瓦片割破了手腕,鲜血染红了整个上衣。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大门,满脸都是怨毒。 我爸很懊恼,大几千买来的媳妇,怎么说没就没。 奶奶却一脸惊恐,指着我妈那死都不肯闭上的眼睛。 这疯婆子居然穿着血衣上吊。 这是不肯放过我们全家呀,快找太公来看看。 奶奶口中的太公,是村里的风水先生。 据说很有本事,谁家死个人,都会邀请他来走走过场。 可我爸不同意,说奶奶老迷信,人都死了有什么好怕的。 为了省钱,老爸连灵堂法事都没做,找来一张草席,将我妈尸身裹起来,趁天黑抛进了后山。 可抛尸第二天,家里就迎来了怪事。 先是家里的大黄狗,没完没了地叫了一夜。 隔天奶奶起床未击,发现十几只家禽全都蜷缩在圈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吓掉了活儿,一动不动。 更诡异的,要数那间柴房,门口摆了一双鞋子,八字朝前,正对着全家。 鞋面上染着鞋,是我妈上吊时穿的那双。 好说歹说,奶奶还是请来了村里看风水的太公。 太公走进院里,只朝地上看了一眼,就吓到直抽凉气,这是回魂了,看来他执念太重,不想就这么离开。 我爸这才慌了,忙叫太公想办法。 太公脸色很难看,嘟囔地说,你家作孽太深,不太好办。 奶奶二话不说,转身拿了一筐土鸡蛋,满脸恶毒道,这见人太矫情,死了还不消停,不如想个狠招,致他一致。 看在亲戚的份上,太公勉为其难答应了,叮嘱我爸拒掉村口那棵梧桐树,用梧桐树新打一口特制的棺材。 我爸不理解,为什么要用梧桐树打棺材? 太公脸色低沉,说吊死鬼力气重,又是穿血衣死的,只有梧桐树新才能压得住鞋,不然很容易出事。 我爸照做了,打好棺材,又陪太公去了后山乱竹林,把我妈的尸体请回家,重新入恋。 入恋时,我就站在一旁,老妈的尸体很僵硬,食指弯曲成鸡爪状,指甲尖尖的,特别可怕。 太公说,秀红,我妈的名字在你家受了这么多委屈,一人给她上炷香吧,受了家人的香火,才好上路。 我爸哆哆嗦嗦点香,可试了几次,黄香就是点不燃。 好不容易点燃了,刚插进香炉,也会很快熄灭。 太公脸色更差了,看向我说,丫头,你来点。 他让我拿三炷香,跪在我妈的棺材面前,磕三个响头,对着棺材念叨,绣红,看在孩子的份上,早点离开吧。 说来也怪,再次把香烛插上去,居然很顺利地烧了起来。 太公又让我爸去鸡圈抓一只大公鸡,放完血,淋在一个磨斗上。 直到磨斗,有血浸出来,他才用磨斗线弹在棺材上。 每弹一下,都会留下一串血印子,纵横的血线形成一张大网,布满了整个棺材。 我看着有些害怕,窃窃地问太公,干嘛在棺材上弹磨斗? 太公还没说话,我爸就狠狠拍在我头上,死丫头,不该问的别问。 晚上守灵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 我爸和奶奶都躲得远远的,好像生怕我妈会从棺材里蹦起来。 我那会儿还小,守着我妈的棺材,想着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疼我了,就不争气地哭了一夜。 第二天,太公找来村里最精壮的男人抬棺。 很奇怪,梧桐树棺根本不中,可八个人抬着一口棺材,却显得很吃力,连青筋都蹦起来了。 太公让台棺匠们别停,说是棺材一旦落地,就会很不吉利。 围守人说,可棺材太沉了呀,好像被地上吸住似的。 石器吸关,太公脸色更难看了,眼珠一转,又对我挤出一张笑脸。 丫头,你来压关吧。 太公说的压关,就是让我坐在老妈的棺材上。 大家都不理解,棺材已经这么沉了,再坐一个人上去,不是更重了。 太公没有解释,不由分说,硬拉我坐上了棺盖。 这一次,他们果然轻松地把棺材抬起来。 我坐在我妈棺材上,茫然地跟着送葬队伍。 不经意间,看见奶奶和太公站在队伍最后面,正对我指着点点。 太公选好的坟地,是后山那片乱竹林下的一口枯井。 想借这口井,镇住我妈的邪气。 落葬前,太公用毛笔在棺材上画了很多弯曲的线条。 还取了五根生锈的长钉,分别打进了棺材的五个部位,对应我妈的四肢和头部。 棺材被竖着塞进井口,用石灰封盖。 这种落葬的方式很奇怪,谁也没见过棺材竖着下葬的。 很多人围在旁边窃窃私语。 太公让他们闭嘴,走到我爸面前,递来一把铁锹,你来给棺材盖土。 我爸畏畏缩缩的,没敢动。 太公很不高兴,是你做的孽,送他最后一程也是应该的。 我爸没办法,只能照做了。 井口边缘的土字很松软,我爸刚挖了半尺, 脚下便冒出一股凉气。 被挖开的土壤坑挖不平,表面结了一层霜,用手电筒一罩, 好像榆林一样泛着白光。 更诡异的是,哭了十几年的井下,居然冒出一股黑水。 湿漉漉的井水,在地上流淌出弯弯曲曲的水渍, 全都指向了我家的方向。 我爸吓得浑身发麻,丢开铲子, 再也不敢挖了。 奶奶骂他窝囊,瞧你那点出息,有太公在,别怕。 太公也招呼台关的人过来帮忙,一起推倒了枯井, 把棺材掩盖起来。 事后,他们搬来一块半米高的石头, 震在了井口上。 这是太公请来震邪的青龙石, 用青龙石震住井口,就不怕我妈作孽了。 为了保险,奶奶还准备了一盆黑狗血,将它泼到井里。 狗血浸湿地面,整块青龙石被染成了血杯。 他因侧侧地笑道, 人都死了,还想作孽, 这下让你永不超生,连鬼都做不成。 太公张了张嘴, 好像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留下一句话。 奶奶和我爸也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只剩我一个,对着孤零零的坟头,哭得稀里哗啦。 我不明白,我妈到底做错了什么, 连死后都不能清静。 可我只是他们家的丫鬟, 是奶奶眼中的赔钱货, 根本没人会在意我的感受。 我跪在坟头,哭得很难受, 一直到夜深,才跌跌撞撞回家。 等待我的不是安慰, 只有奶奶刻薄恶毒地叫骂。 死丫头,大半夜不知道回家, 守在后山鬼好什么, 你这么舍不得死鬼老妈, 怎么不下去陪她。 我被奶奶骂得不敢说话, 等她骂够了, 才指着家里一筐换洗衣服, 别跟我装死, 洗完衣服才能睡觉。 洗完衣服, 已经是后半夜。 我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柴房, 看着我妈吊死的地方, 好像陪她一起走。 十三岁, 我已经懂得不少事。 再过几个月, 奶奶就会联系买主, 把我转卖到比这更偏远的村子。 奶奶从没把我当人看, 刚处理完我妈的事, 她就把我赶进了这间柴房, 自己却从来不进。 因为晦气。 我不觉得晦气, 躺在我妈睡过的木板上, 反而感觉温馨, 好像重回到老妈的怀抱。 刚开始, 我以为是自己太想念老妈, 所以出现这种错觉。 后来我发现, 这不是错觉。 我妈好像没有被送走, 她依然在这个家, 还在我身边。 第一次梦见我妈, 是在头七的回魂夜里。 听村里老人说, 人死后七天, 不会马上投胎, 而是回到生前住过的地方, 看望亲人最后一眼。 我太想念我妈了, 时常出现幻觉。 后半夜, 我感觉身上很冷, 睁眼醒来, 恍惚间看见我妈蹲在床边, 用一双被长发盖住的眼睛, 直勾勾盯着我看。 她浑身湿漉漉的, 眼睛大大的睁着, 全是血丝。 脚下是一串黑色的脚印。 她好像在抹泪, 但我听不到哭声。 妈, 我喊了一声, 掀开被子站起来, 等我睁大眼的时候, 我妈已经消失了。 我赶紧追到外面去, 外面刮着风, 夹着雾气和枯叶, 根本就看不清路。 我妈去哪里了? 我茫然地擦掉眼泪, 一转身, 却撞到一个人影。 奶奶满脸阴致地站在我身后, 死丫头, 大半夜怎么不睡觉? 我被奶奶的样子吓住了, 小声说, 我, 好像看见我妈了, 她光着脚, 好可怜。 你说什么? 奶奶表情特别精步, 声音嘶哑, 死死抓着我的胳膊, 指甲都快嵌到肉里, 你怎么会看见那个贱人? 她不是, 不等候半句说完, 奶奶就停下来, 瞪了我一眼, 你看错了, 快回去睡觉吧。 哦, 我从小就害怕奶奶, 不敢多说, 转身跑回了房间。 后半夜, 我还能听到奶奶拿着菜刀, 在厨房打小人。 她边打边骂, 骂我妈是贱人, 把所有难听的话都宣泄在她身上。 我知道, 奶奶真是害怕了。 打小人是农村的传统, 如果家里有人死去, 反转来找自己的亲人, 就要打小人, 把她骂回去。 骂得越凶, 效果越好。 但我明显听出奶奶这次底气不足, 隔天奶奶就出门一趟, 直到下午才回来。 我不敢问奶奶去了什么地方, 却发现她手里多了一个用稻草扎成的小人, 上面密密麻麻地插满了针。 小草人背上还贴了一张黄纸, 上面歪歪扭扭地, 写着我妈的生辰八字。 奶奶把那个小草人挂到了房梁上, 这才如释重负, 扭头发现了躲在一旁的我, 又做贼心虚似地骂道, 别看了, 赶紧去做饭。 我不敢吭声, 跑回厨房, 偷偷看着挂在房梁上的小人, 心里恨透了奶奶。 我妈好可怜, 生前没日没夜操劳, 经常遭到毒打, 死后还要被她针对。 那晚梦到她的时候, 她赤着双脚, 连一双陪葬的鞋子都没有。 隔天, 我偷了奶奶压在枕头下的钱罐子, 跑到镇上去, 给我妈买了双鞋, 想趁天黑烧给她穿。 等到晚上, 奶奶和我爸都睡下了, 我才偷偷跑到外面, 烧掉了买来的纸鞋和忌铁。 我边烧纸鞋边哭, 正伤心的时候, 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响起。 我以为是奶奶发现了, 赶紧站起来要跑, 回头却看到一个裹脚的老太太, 对我笑出满脸褶子。 小妮, 这么晚了, 你怎么不回家呀? 是阿婆呀? 我松了口气, 裹脚老太太是隔壁村上的神婆, 给我娘发丧那天, 她还出现过一次。 我擦干眼泪, 正要站起来, 神婆却伸出鸡爪子一样枯瘦的手臂, 轻轻拍拍我的头, 嘟囔道, 可怜的小妮, 这么小就没有妈, 真命苦。 我本来就很委屈, 听到这句话, 眼泪再也抑制不住, 又大声哭出来。 神婆赶紧安慰我, 小妮, 别哭, 告诉阿婆, 你想不想再见到妈妈? 我当然想见她, 可我妈已经死了, 还被奶奶这么恶毒地压在枯井下面。 老神婆叹了口气, 抿着皱巴巴的嘴唇说, 你家的事, 我都听说了, 你奶奶太不是东西, 人都死了, 还做得这么绝, 你妈被震在那口枯井下面, 肯定很难受。 是啊, 想起回魂夜那晚, 我妈光着脚来看我的画面, 我眼泪止不住吓掉, 阿婆, 可不可以帮帮我妈呀? 能倒是能, 只是苦了你了。 老神婆告诉我, 太公在那口井下做了很多布置, 是为了压着我妈, 不让她有机会出来。 井下很潮湿, 我妈的尸身浸泡在那里, 又被青龙石堵住了出路, 死后不得安宁, 每时每刻都在受罪。 如果想让你妈过得好受点, 你就半夜跑去那口枯井, 割破中指, 往石碑上面滴一滴血吧。 母女怜心, 只有我的血, 才能平复我妈的怨气, 让她好受点。 我傻傻点头, 只要能让我妈好过, 我什么都可以做。 第二天, 我就按照神婆教我的办法, 半夜偷跑进后山, 找到掩埋我妈的那口枯井。 枯井早就被填平了, 没有墓碑, 只有一块黑色的石头立在上面。 我用竹签子扎破中指, 忍着疼, 滴了一些指尖血下去, 害怕血不够, 我还故意多挤了一些。 第二天, 第三天, 整个一个月, 我都按照神婆的交代, 偷偷往枯井那里滴血。 等到第二个月, 石碑下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坟头土经过我的鲜血尽透, 好像松动了, 有东西在下面蠕动。 我用棍子把表面土刨开, 发现我每次滴血的地方, 出现了一堆白蚁。 白色的蚁裙, 密密麻麻地盘在青龙石下面, 好像在舔噬我的鲜血。 随着白蚁越来越多, 土块松动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 那块用来震住我妈的青龙石, 也出现了一道裂痕。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但每次滴血, 青龙石下面滴裂痕都会变大一点, 被白蚁刨过的坟头土, 也变得更加松动了。 我很开心, 当晚又梦到了我妈。 她穿着我烧给她的纸鞋和新衣服, 直勾勾站在窗户外面, 眼神空洞, 仿佛在说, 小妮, 再给我一些血, 多滴一些血, 我就能彻底出来了, 可只要追出去, 我妈又会马上消失。 我很思念老妈, 不再满足只在梦里相见, 于是偷偷去找神婆, 问她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让我们母女彻底团聚。 老神婆笑笑, 裂开一口稀松的老黄牙, 从柜子下面取出一个袋子。 打开袋子, 下面是一些拇指大小的白卵。 你找个机会, 把这些蛇卵全都塞进青龙石下面滴裂缝。 她用一双灰黑色的毛子盯着我, 语气格外严肃, 记住, 血不能停, 一旦停下, 就前功尽弃了。 她的表情把我吓了一跳, 回过神, 老神婆又恢复了慈爱的模样, 拍拍我的额头, 去吧, 用不了多久, 你们母女就能重逢。 为了早一点再见我妈, 我全部照做了。 那些蛇卵, 被我顺着青龙石下的裂缝塞进去, 仍旧坚持每晚都往下面滴血。 我很急, 因为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那天上午, 奶奶独自去镇上赶急, 回来的时候, 身边跟着一个男人。 男人年纪跟我爸差不多, 一只眼睛是斜的, 笑起来很猥琐。 奶奶故意把我叫出去, 给男人倒水。 男人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 时不时地笑两声, 眼神赤裸裸的, 好像一头饿疯了的狼。 我躲进厨房, 听到奶奶这样说, 妮子这么水灵, 我养大她不容易, 一万五不能再少了。 我很绝望。 奶奶已经找到下家, 再过几天, 就要把我卖掉。 晚上, 我跪在枯井前面, 哭诉遭遇。 咔嚓! 插在坟头的香烛忽然熄灭, 天更黑了, 一股阴风倒灌过来, 将坟头直卷地到处乱飞。 青龙石下面传来 稀稀苏苏的声音, 土壤鼓起了包, 除了大量白蚁, 我还看见一条条如动的小蛇。 密密麻麻地缠在一起, 让我头皮发麻。 我很害怕, 转身就跑下了山, 躲进被窝, 用被子蒙着头, 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 我就听到奶奶撕心裂肺地哭喊声, 我的儿啊, 杀千刀的, 你怎么抛下妈走了? 奶奶凄厉地喊声, 让我一哆嗦, 迷迷糊糊地走出房间, 发现家门口围了好多人。 我爸的尸体被一块白布盖着, 搁在院子中间。 他是被蛇咬死的。 村里人说, 我爸昨天约了一群狐朋狗友在村口小麦不打牌, 直到后半夜, 钱输光了, 才骂骂咧咧回家。 不知怎地, 就跌进了一个土坑。 坑里的蛇群受了惊吓, 疯狂攻击我爸, 等村民发现他的时候, 尸体早已冰凉。 我爸身上到处是伤口, 皮肤发黑肿胀, 渗出乌黑的浓血, 臭气熏天, 谁也不敢靠近他。 我一点都不伤心, 甚至还有些小窃喜。 家里要置办丧事, 奶奶就不能这么快把我卖出去了。 可怜想到我爸的死因, 心里却莫名不安。 一切都太凑巧了, 不像是单纯的巧合。 丧事期间, 奶奶让我跪在灵堂前, 不准离开。 她自己却抹着眼泪去找太公, 哭哭啼啼地说了很多话。 太公的脸色也格外难看, 却不许奶奶再说下去, 只是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转身便走出了灵堂。 那几天, 我一直没找到机会外出, 直到我爸出殡的第二天, 我才找到机会, 再次溜到后山。 正当我要割破手指的时候, 一道低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小妮, 快住手。 我吓得发抖, 回头看见太公站在我身后。 她脸色特别难看, 咬着后槽牙说, 怪不得周勇, 我爸的名字会出事, 原来是你在, 谁教你这么干的。 太公脸色很阴沉, 怪吓人的, 我没敢说话。 他走向我, 踩着松软的泥土, 看向被血字浸泡过的地方。 青龙石裂开的口子更大了, 里面还有很多急躁不安的白蚁, 在青龙石下面爬来爬去, 似乎等待我用鲜血去浇灌。 太公咬紧了后槽牙, 白蚁抱穴, 这招可真读。 用你的血吸引, 白蚁住窝, 这些白蚁啃坏了你妈的棺木, 坏了这里的风水, 难怪会有焚扇害人。 我窃窃道, 什么是焚扇? 焚扇就是蛇, 那些咬死你爸的阴蛇。 太公盯着我, 眼中浮动着冰冷, 让我毛骨悚然。 就时候, 人们喜欢将坟头建造在比较低矮的地方, 一旦遇上暴雨, 坟堆受到雨水浸泡, 里面的棺材就会下沉, 被浸在水里。 有一种蛇, 专门在这种坟墓中筑巢, 靠着吃死人的腐肉长大。 因为常年生活在墓穴里面, 又吃了死人的腐肉, 所有蛇会变异, 成为剧毒的坟膳。 咬死我爸的蛇, 就是从我妈坟墓爬出的。 太公说到最后, 眼中充满了严厉的审视, 小妮, 告诉我, 究竟是谁教你这么干的? 我紧闭着嘴唇, 不作声。 我痛恨奶奶, 痛恨我爸, 同样痛恨太公。 当初, 是他亲自选的坟地, 把我妈镇压在这种地方, 害他饱受煎熬。 太公看出了我的想法, 长叹一声, 小妮, 我知道你怨我, 不该用这种法子治你老妈, 可我也是出于无奈, 我那么做是为了保你全家, 更是在救你啊。 救我。 太公没有理会我的惊讶, 神情阴郁道, 你妈是上吊死的, 吊死鬼头不沾天, 脚不挨地, 怨气特别重。 其次他死前, 还故意割破手腕, 用鲜血涂满整个上衣。 穿红衣而死的人, 罪意便利鬼, 他这是怀恨在心, 想通过自杀复仇, 而且绝不会放过你们家的任何一个活口。 你, 胡说, 我张大了嘴, 我妈怎么会害我? 太公继续说, 我利用这口井来布局, 是为了化解你妈的怨气, 等到三年后, 她的冤孽气被泄到地下, 就能起关千葬, 给她换个更好的坟地了。 说到这里, 太公顿了一下, 脸上的肌肉在诡异地抽动, 可有人不想让我这么干, 反倒利用你妈来养力鬼, 如果我今天不阻止你, 再过几天, 等到井下的怨气彻底冲破了青龙时, 你和你奶奶都会死。 我毛骨悚然, 眼前立刻浮现出神婆那张布满褶子的老脸。 这个做局的人, 用心很险恶, 先用你的血引来白以筑巢, 等破了这里的风水, 再用你妈的血肉养坟膳。 太公说, 用坟膳咬死你爸, 只是养力鬼的第一步, 接下来倒霉的人是你奶奶, 然后是你, 只有杀掉所有亲人, 才能养出真正的恶杀。 我脸色惨白, 彻底呆立原地。 太公问我,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看见你妈? 我傻傻点头, 你怎么知道? 自从我开始在坟墓滴血后, 我妈出现在梦里的频率, 的确变多了。 太公叹气说, 这可不是好事, 说明这口井已经镇不住他了, 再过几天, 就是你家绝户的日子。 我脑子空空的, 已经没办法思考。 我被太公握住冰冷的手背, 强行带回了村子。 临别时, 他还递来一个黑色的香囊, 小妮, 其实我已经猜到教唆你的人是谁, 那个老婆子盯上你家不是一两天了, 你先把这个收好, 我要马上赶去阻止他, 希望能来得及。 他顿了顿, 看着我手上的香囊, 加重语气说, 如果我失败了, 他肯定会控制你妈, 第一个来找你, 到时候, 这个香囊是唯一能救你命的东西。 记住, 无论谁敲你的门, 都别让他进来。 说完, 他脸色铁青地走了。 我握住香囊, 感到无比的心计。 我妈, 真的连我也要带走吗? 我不想死。 虽然平时老被奶奶欺负, 有过很多轻生念头, 可当死亡真的来临, 我还是会感到害怕。 我把香囊挂在了门上, 心里盼着太公能回来, 阻止老神婆的阴谋。 可等了一整天, 太公杳无音讯, 也许, 他已经失败, 遭了那个神婆的毒手, 我越想越怕, 蜷缩在被窝里睡不着。 凌晨刚过, 院里传来沙沙的脚步声, 好像有个人在院里来回踱步。 难道是奶奶? 小妮, 开厦门, 我有事找你说。 门外响起的声音, 果然是奶奶的。 我正怕得发抖, 一听到奶奶的声音, 立刻迫不及待地要去开门。 虽然奶奶从来不待见我, 可到了这种时候, 身边有人陪, 总好过一个人待在房间。 刚把手按在门上, 我就觉得不对。 奶奶平时睡得很早, 尤其是处理完我爸的丧事后, 她就变得沉默寡言, 还总是跑到庙里烧香。 大半夜, 奶奶不可能找我。 开门了, 我来找你说时。 门外又传来奶奶的声音, 可那低沉沙哑的语调, 完全不像奶奶。 我吓得缩回去, 用被子死死裹住身体。 敲门声越来越急促, 外面起风了, 风声推动大门, 传来嘎吱嘎吱的摇晃声。 那个声音越来越恐怖, 小妮, 开开门吧, 我是你爸, 我回来看你了。 爸, 我爸早就死了呀。 我吓得无法呼吸, 心脏也跟着缩紧。 脚步声已经到门口了, 只呀推门声越来越急促, 柴房大门根本关不严实, 已经被推出一道缺口。 我大汗淋漓, 透过被子缝隙, 看见一只惨白的手, 正缓慢地从门缝中伸进来。 那只手很白皙, 指甲尖锐, 泛着腥红的血色。 是我妈的手。 太公没骗我, 她真的来找我了。 妈, 你不要害我, 我还不想跟你走, 我害怕了, 摇着脑袋往后缩。 那只手没有停下, 已经透过门缝, 握住了门栓, 轻轻推动着, 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声音沙哑得好像在拉电锯, 跟我走, 只有跟我走, 你才能活下来。 大门眼看就要开了, 啪。 忽然, 门上掉下一个黑漆漆的东西, 恰好砸在那只推门的手上。 随即是呀的一声痛呼, 这次我听清了, 的确是我妈的声音。 可她的声音很痛苦, 手臂一下就缩回去。 大门砰一声, 重新合上。 我浑身大汗, 吓得快站不起来了, 蜷缩在床上坐了一整夜。 直到天亮, 我才壮胆靠近大门, 看清楚那个杂重我妈的东西, 正是太公昨天给我的香囊。 她救了我一命。 我拆开香囊, 里面压着一张黄色的符纸, 上面是一些弯曲的血线, 构成我看不懂的纹路。 符纸的半边角, 已经烧焦了, 有一股糊臭味。 直到太阳升起, 我才鼓足勇气离开房间。 本想去太公家, 询问她接下来该怎么办。 谁知刚来到村口, 就看见太公家里居然挂着白帆, 还响起了一阵吹唆呐的声音。 这些年, 太公是一个人住, 他家怎么会布置灵堂? 难道, 我浑身发冷, 急忙加快脚步。 等我来到灵堂, 看清楚太公被挂在墙上的一项时, 心已经吓得麻木了。 回想前天晚上, 太公说过要去阻止老神婆的话, 吓得浑身发软。 看来, 太公失败了。 他不仅没能阻止老神婆, 反而引火烧身, 自己也遭了毒手。 我吓得转身跑回家, 把院门关得死死的。 奇怪的是, 一整天了, 奶奶居然也没回来, 可能是去祭拜太公了吧。 我顾不上想太多, 自从我爸死后, 奶奶备受打击, 神志也变得不正常。 经常一个人蹲在厨房磨菜刀, 嘴里阴瑟瑟地念叨一些话, 还总是往外面跑。 我不敢打听奶奶的事, 只求她别找茬, 打骂我就好。 又是一个白天, 很快就过去了。 晚上, 家里空荡荡地, 就我一个人。 看着即将黑透的天色, 我的冷汗也在大低掉落。 不知道今天晚上, 我妈还会不会来。 我赶紧回了房间, 继续把香囊挂在门上。 刚要钻进被窝, 外面就有脚步声传来。 这么快就来了。 我身体不停地发抖, 却听到奶奶冷冰冰的声音, 死丫头, 才几点你就关门睡觉。 接着是啪哒一声, 家里电灯被拉开了。 是奶奶? 我松口气, 如果是鬼的话, 应该不会去拉电灯吧。 可怜想到昨晚的遭遇, 还是害怕到不敢动。 快把门打开。 奶奶很不耐烦地在门上踢了一脚, 说要进屋拿东西。 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奶奶, 见她生气了, 赶紧下床说, 你别急, 我这就开门。 门开后, 果然是奶奶站在外面。 她手上拎着一个篮子, 被一块黑布遮盖起来, 不知道装着什么。 她没有立刻走进柴房, 反倒站在门口东张西望, 好像在找东西。 我不解道, 你找什么, 要不要我帮你找。 呵呵, 不用, 看来她没在奶奶脸上挂着笑容, 可那笑容形容不出的诡异。 我很少见她笑, 反倒觉得不自然。 奶奶进屋坐下后, 便神情木讷地看着我。 我不敢坐, 反手关上门, 重新把香囊挂在门上面。 这时候, 我听到奶奶的声音, 小妮, 你今年十四了吧? 还差两个月呢? 我小声应了一句, 奶奶又叹气, 爱, 是奶不好, 这些年一直没给过你好脸色, 连你生日都记不清了。 我心里很酸楚, 刚想说话, 奶奶就打断我, 很认真地说道, 这个家没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 你心里怨恨我, 也是应该的。 奶, 你在说什么呀? 感觉奶奶今天很怪, 我正想辩解, 她的语调却忽然拔高起来, 可是你不该吃里扒外, 帮那个贱人害你爸呀。 再怎么说, 那也是你亲生父亲, 你这个贱种, 我怎么会养大你这种白眼狼? 奶奶越说, 神色越狠利, 掀开盖在篮子上的布, 里面是一把莫得发亮的剪刀, 我吓得哆哆嗦嗦, 你怎么, 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这得问你自己呀。 奶奶音笑着站起来, 握住剪刀, 一步步向我逼近, 小贱人, 你为了买祭拜她的东西, 经常在我枕头下偷钱,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这几天, 我去外面, 就是为了打听你私下干的事。 她越来越激动, 眼眶瞪得几乎开裂, 还我儿子命来。 奶奶, 你听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 我吓得蜷缩在墙角, 哭着解释, 我只想让我妈好过点, 没想过事情会这样。 哥哥, 奶奶大步走向我, 手上的剪刀被灯光照得发亮。 我知道, 奶奶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吓惨了, 站起来, 转身要跑。 奶奶揪住了我的头发, 用力一拽, 把我拖到地上, 五官都扭曲在一起, 满脸疯膜。 呵呵, 儿子死了, 我活着也没意思, 干脆全家一起下去团聚。 她举起剪刀, 就要朝我脑袋刺下。 砰, 砰砰, 门外传来有节奏的敲门声, 三长两短, 打断了奶奶的动作。 谁在敲门? 我和奶奶一愣, 同时看向柴房大门。 门外有风, 呼呼地吹着, 门缝里倒灌着冰凉的冷空气。 有个沙哑低沉的声音说, 妈, 我回魂来看你老儿呀。 奶奶没有一点害怕, 冲上去就要拉门。 周勇, 你终于舍得回来看妈了。 我忽然爆发出全部勇气, 站起来大喊, 别开门, 他不是我爸, 是, 他是我妈。 你胡说什么, 那分明是你爸的声音。 奶奶已经疯魔了, 她眼里只有儿子, 用立地去拉门栓。 别开门, 你会死的。 我第一次忤逆了奶奶, 从后面拉着她的手。 可奶奶挣扎的力气特别大, 死丫头, 吃里爬外的白眼狼, 你爸就在外面, 为什么不让她进来? 她忽然挥动剪刀, 在我手背上刺了一下。 我吃痛松开手, 无力地跌坐在地。 等我爬起来, 一切都晚了。 奶奶迫不及待想去看儿子, 可拉开门, 却看见一道穿着血衣的身影。 我妈因侧侧地站在门外, 一下就掐住她脖子, 老贱人, 我来找你了。 啊! 奶奶双腿离地, 被我妈举到半空, 两脚拼了命地蹬踹, 难以置信地瞪大眼, 怎么会, 是你, 我儿子, 儿子在哪儿? 我妈开口了, 那声音阴森森地, 像有回音一样, 她在井下面, 忍受当年和我一样的煎熬, 老不死的, 现在轮到你了。 我妈的力气好大, 居然把奶奶抛起来。 等她落地的时候, 发出冬的一声响, 是脑袋先招的地, 连颈椎也断了, 瞬间没了呼吸。 我瘫软在地上, 望着奶奶还在抽动的身体, 又难以置信地看向我妈。 我妈身后, 还站着一个满脸老人般, 脸颊苍老得好像枯树皮一样的老人, 正是教我朝枯井低血的老神婆。 她语气森步地笑道, 哈哈, 一家四口, 整整齐齐, 只要再杀了这个女娃, 我就能功德圆满了。 果然是你。 我浑身都在发颤, 懊悔地大喊道, 老神婆抖着鸡皮一样的脸颊, 阴测测道, 是我, 为了凑齐你们全家, 我等了这么久, 终于要成功了, 快, 杀了她。 她最后一句话, 分明是冲着我妈喊的。 我妈却正正站在原地, 如同木雕, 一动没动。 老神婆从怀里拿出一个屁股, 用力晃动, 快啊, 再杀一个, 凑齐最后一个就大功告成了。 我妈还是没动, 用冲血的眼瞳看着我, 五官抽动, 显得很是抗拒。 我也呆呆地看着我妈, 从恐惧到震惊, 再到麻木, 已经忘记了害怕。 她瞳孔呆滞, 一脸挣扎, 嘴巴一张一合, 想喊, 却喊不出声。 不可能, 我明明控制你了, 怎么还不动手? 见我妈一直没动, 老神婆已经猜到了, 发出宁笑, 看来, 你还没有忘记这是你女儿啊, 记住了, 你是我的傀儡, 必须听我的话。 老神婆一脸怨毒, 忽然取出用力拍打起来, 我手上的皮股, 跳起了大神。 啊! 我妈发出凄厉地喊叫, 用手抱住头, 痛苦地蹲下去。 我妈已经完全被她控制了。 老神婆不停拍打那个皮面鼓, 我妈的表情, 也变得越来越猙獰痛苦, 发出啊呀的吼声, 凄厉极了。 不准你这么对我妈, 看着我妈痛苦的表情, 在联想家里的遭遇, 我双眼变得血红, 捡起奶奶掉在地上的剪刀, 冲老神婆冲上去, 你这个坏人, 我要为我们全家报仇。 哥哥, 你妈可不是被我害死的。 老神婆咧着满嘴黄牙, 一脚踢开我的剪刀, 揪住我头发, 把我掀翻在地。 我身子骨太弱了, 被老神婆打了一拐杖, 疼得趴在地上动不了。 她宁笑着抢过剪刀, 我必须集齐四个魂魄, 你是最后一个, 谁都救不了你。 她把剪刀对准我心口, 满脸歹毒地刺下。 这时, 原本痛苦蹲在地上的我妈, 却忽然大吼一声不要, 红着眼睛扑过来, 从后面掐住老神婆的脖子。 你敢背叛我? 老神婆脖子上被掐出了血痕, 一脸震惊地看向我妈。 我妈还是满脸空洞的样子, 表情特别痛苦。 叛徒, 你给我死。 老神婆一脸暴怒, 忽然举起了皮面骨, 狠狠砸在地上, 用脚踩得稀烂。 啊! 我妈的惨叫声比刚才更凄厉, 身影也在慢慢变淡, 逐渐消失。 叛徒就该有这种下场, 别以为少了你, 我就恋不成鬼了。 老神婆看着我妈 渐渐消失的身影, 笑得无比恶毒。 妈, 我无助地趴在地上, 想捡起那个碎掉的皮骨, 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 我妈一点点消失, 疼得撕心裂肺。 老神婆转头看向我, 脸色比刚才更森步, 你妈只是个失败品, 现在到你了。 说着, 她继续向我走来。 我绝望地闭上双眼, 耳边却传来一声熟悉的冷笑, 老巫婆, 我是不会让你如愿的。 是太公, 她不是死了吗? 我浑身一震, 难以置信地睁开双眼。 老神婆也被太公吓了一跳, 扭头看向太公, 惊恐地张大嘴, 你怎么还活着? 我不装死, 你怎么会露出破绽? 太公一个剑步冲上来, 用一把尖刀刺向老神婆胸口。 老神婆慌忙躲闪, 可她毕竟年纪大了, 没能躲开, 被尖刀刺进胸口, 血洒了一地。 你, 算计我? 老神婆倒下了, 眼神充满了怨恨, 还有强烈的不甘。 太公面无表情地收好了刀, 又转身看向我, 挤出慈爱的微笑。 小妮, 你受苦了, 这个害人的老婆子 已经被我收拾掉, 快起来跟我走吧。 我趴在地上没动, 太公愣了一下, 以为我吓傻了, 伸手要来扶我。 我冷冷地问, 我妈是不是你害死的? 太公的脸抽动了一下, 脸色一点点变得僵硬, 你怎么知道? 果然是你。 我悲愤欲绝, 用仇恨的目光瞪着太公。 我妈自杀前, 先是割破手腕, 染红自己的衣服, 再上吊而死。 她做这一切, 是为了变成厉鬼复仇。 可一个女人, 怎么会知道这些? 一定是有人教唆她干的。 不是老神婆, 就是太公。 太公笑了, 小妮, 你很聪明,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我麻木地摇头。 太公说, 还是为了你啊。 她指着老神婆的尸体, 满脸不屑, 这老东西只知道 集齐四个生魂恋鬼, 却不知道, 你的生辰八字 比你妈还要特殊, 你是因果道体, 比你妈的价值 还要大得多。 我想起了什么? 记得我出生那天, 老爸打算把我丢掉, 是奶奶阻止了她。 可向来重男轻女的奶奶, 怎么会好心留下我? 太公一脸邪笑, 是我告诉你奶奶, 留下你, 可以帮她招来孙子, 她这才留下你, 免费帮我养到了十四岁。 我麻木地看着她, 那你为什么要害死我全家? 你家人太多了, 他们不死, 我怎么得到你? 太公早就计划好一切, 等到我即将十四岁的时候, 先设法害死我妈, 再借我妈的怨气, 除掉我爸和奶奶。 只是没想到, 老神婆也打起了我家的主意, 所以才给了我那张福, 只是为了确保我十四岁前, 不被老神婆害死。 你的阴谷倒体, 只有十四岁后才能圆满, 要不是因为老神婆打乱了我的计划, 我也不会这么早动手。 她脸色越来越扭曲, 慢慢把手伸向了我, 就在我考虑宁愿自杀, 也绝不能让她如愿的时候, 更诡异的事情出现了。 院子角落, 传来一阵熟悉的沙沙声。 我看到一群密密麻麻的小蛇, 正在飞速靠近太公。 你家怎么会有这么多蛇? 难道是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太公慌了神, 直到被蛇群包围, 才猛地反应过来, 脸色难看地骂了一声, 转身想跑。 可谓上来的蛇群太多了, 太公一脚踩在蛇身上, 狠狠跌了一跤, 不等他重新爬起来, 已经被蛇群覆盖。 毒蛇越来越多, 太公疯狂扭动的身体, 几乎被搓成了一条麻绳。 太公也死了, 被蛇群视身, 死状惨不忍睹。 我看着消失在夜幕下的蛇群, 闭上眼, 任凭眼泪字意流淌。 这些粉扇是被我妈用自己的尸体养大的, 即使魂飞魄散, 她依然保护了我。